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北宁 您好 上次这个节目 我们通过袁伟静的介绍 获悉在山东临义县农村 这位年轻的英文女教师袁伟静 由于自己的一个求职广播 通过电话在距离自己家乡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选中了关心农民权益的盲人陈光诚 为自己的白马王子 想要嫁给他 从而辅助他 维护当地的农民和残疾人的权益 这一不合时尚的自由恋爱 首先受到的是袁伟静家庭的干预 袁伟静为了今后与陈光诚比肩上路 他先要面对父母和所有亲戚的各种阻拦 这一集我们要看一看袁伟静为了爱陈光诚 在自己家中的遭遇 其实袁伟静不管多么愿意立即嫁给陈光诚 他并没有主动地告诉家里他心中的秘密 但是女大要嫁人 何况他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教师工作 于是在家里张罗给他找人家出嫁的时候 他不得已半折半掩地告诉了父母他的心事 后来我就说我有朋友了 然后就告诉他关于光诚的一些情况怎么怎么样 一开始没敢告诉家人残疾 家人就是说太远了 太远了有多远 一百多公里 那你去看他的时候要坐公共汽车 对 坐多长时间 三个多小时 比起陈光诚的残疾 区区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实在是袁伟静人生路上的一个小石头 什么也不算 连这个小石头都不能容忍 可想袁伟静的父母对女儿的婚姻的要求何等苛刻 他们满心希望以女儿的外语能力和教师资格 以及家里不错的经济条件 借助女儿的婚事 给女儿终生的幸福买一张保险单 家人得知他残疾以后呢 就是坚决反对 就不管他有再优越的条件 不管他这个人本来有多么优秀 都是不可以的 不愿意了 然后就通知那个学校 就让学校看紧我 然后就通过再给我抓紧时间找对象啊 怎么样这种方式 想让我尽快的离开广城 那那个时候打电话也是比较方便嘛 就还是经常给广城打电话 再到后来呢 就家人就直接找到学校 让学校的校长 还有老师就相对来说 就是对我每天干什么呀 都比较注意 你怎么知道他们注意你了呢 就老师告诉我了 父母这一干预举动非同小可 事实上 是袁伟静非陈光诚不嫁的决心 刺激了父母干预袁伟静 这一荒唐决心的决心 袁伟静的父母实在难以想象 他们的女儿耳聪目明 年轻能干 连一般人都配不上 何况是个盲人 你觉得你应该按照什么标准 找朋友呢 你当时 在没有认识他之前 本来也是也想的都挺高的 在大学的时候想过 就想应该怎么样 应该身高应该达到 就最起码一米七六 一米七六或者是一上吧 身体比较壮愧伪 但是一见到过程 这些也没有这些条件 最后决定这样的过程的时候 所有这些条件都扔没了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分析过 为什么一见着他 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马上就变成他了 他也没有一米七六 也没那么魁北 他也没那么健壮 对 不知道 被爱情占领的女人是幸福的 也是盲目的 在陈光诚面前 袁伟静在大学里为自己设定的心中所有白马王子的标准 散为傍晚农家的鸟鸟吹烟 随风而去 袁伟静的父母意识到自己女儿的决心之后 下了逼女儿更大的决心 阻止他接近陈光诚 你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 他们完全就不同意 对 妈妈一死来逼我说 如果你真的要嫁给他的话 我就死掉 你爸爸也在场 爸爸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他没有妈妈那么激烈 妈妈就是说呢 一个是他要死 再一个就是说 我真嫁给他 他也就不再要我这个女儿一样 那就说这话就很伤心了吧 对 到最后就发展到呢 妈妈就把我关在家里 不让我出门 一对老人做好了长期的思想准备 他们竭尽全力 要让执迷不悟的女儿回心转意 不关在屋子里 像通过跟我交流啊什么的 让我就是说那意思就是我还小嘛 对就慢慢的 然后就甚至找一些亲戚来劝我 那些亲戚们来跟你说什么呢 都是讲这些道理嘛 自己实际生活 以后不方便 在一个考虑到以后护在眼睛不好怎么办 你现在觉得他们说的道理吗 当然当然所有这些亲人来劝我 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所讲的一些道理 也都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世俗 也都是这样子的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盲人他会找一个精神不好 可能是怎么怎么样的 不管怎么说 我当时是大学毕业 这种情况的话 家人又觉得我的条件 能找一个非常好的 最起码教育是这样想的 父母不愿意委屈了女儿 但是女儿为此感到极度的委屈 父母要自己的女儿 嫁人嫁对人 锦上添花 女儿偏偏要错嫁人 要为陈光诚雪中送炭 这其中的价值错位自古如此 不过袁伟静 与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念的错位 大了一点 他的白马王子 不是身体健康的状元狼 而且陈光诚贫穷这件事 袁伟静根本没敢告诉父母 你什么感受啊 他们把你关进来 他们要给你吃饭吧 你吃饭吗 他们当然是给我吃饭 但是我不愿意吃 他们关我 我是很 我当时出于一种 那种非常逆反的心 他越关我 越这样都来阻止我的话 我觉得更应该 假装一样 就是那样子 所以你根本就不吃了 对 那你被关在里头的时候 是哭了没 肯定哭了 哭鼻子了吧 那肯定 那肯定 你妈妈做了三件事 第一 她说她要自杀 以一死相比 第二 你要嫁给光诚 就不是你这女儿了 第三 在你还没嫁给之前 她也还没采取 自杀行动之前 老太太先把你关起来了 采取了三个强力措施 应该是父的吧 应该是父的 因为她抓紧时间 给我找对象嘛 哦对 第四个是最积极的 已经做到一个父母所能阻止你的全部了 哦还有一个就是跑到学校里头去了 嗯 做了五件事 你做了什么事 为了抗拒这个事情 你做了什么事 一开始在学校的时候呢 老师给我谈的时候呢 我也就是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能给老师争取一些什么东西 我就说我该上课还是上课 我自己慢慢的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这样说 然后在家里被关着 那就无奈了 就给他们抗拒 他们就是说 让我 你答应我们 去给介绍的对象 你去看 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说 如果答应他们 就不再和过程交往了 他会就立即放我出来 所以你第一 不去看那个 他们介绍的那个对象 第二 你不跟广城断绝关系 对 我就打电话 我偷偷打电话 你是拿手机打 还是拿什么打 没有 打到家里 但是后来家里已经看得紧了 我就不敢打了 就告诉他 你不能再打了 我是关在妈妈那间屋子里了 因为那个电话 就是坐机嘛 在妈妈的那个屋子里 那正好能打呀 妈妈看着我呀 他跟你一块 他把自己也关起来了 对 他就是说 他妈妈就是这种 妈妈非常疼我 他最后呢 就每天睡觉都搂着我呀 就和我谈心呀 对对 所以电话也不能打了 他在那你没法打了 那光诚那边着不着急 他着急 他非常着急 他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了吧 我告诉他了 你跟光诚电话里怎么说的 我就说我现在家里 对我采取了什么什么样的措施 就关在家里了 然后 所有这些谈话 我都会告诉他 他也说你 你慢慢来 别这 那一次尽量的还是要吃饭 你不吃饭了 你采取的第三个措施 人是不吃饭了 表示抗议 对 那我生气啊 关到家里 我肯定就可以吧 关了几天 三四天了 三四天一点都没吃饭 喝水 喝水 还挺聪明的 对 饿得头晕眼花了 你妈妈着急死了 对 妈妈就好像求我一样 就天天好儿啊 吃点饭啊 怎么怎么样 让你吃饭 他们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呀 就问我喜欢吃什么 就做什么的 我说你不关我了 就让我就吃 妈妈也挺心疼的 她太心疼了 太心疼 她实在是没办法了 为了你的将来 天下父母心 所以说让妈妈做什么 我到现在也都会理解他们 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没错 理解父母 这是后话 当时袁伟静与父母之间的白热化状态持续了好几天 一直到袁伟静服从父母意志 前去为自己重新相亲 不过袁伟静的目的不是相亲 而是拒亲 这是她拯救自己爱情的办法 到最后家人给我介绍对象嘛 我就说我去看家人告诉我了 长得多么好 家庭怎么怎么样好 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去看 因为我想自由啊 我就想我快点去看看 你调节那么好 我都不愿意的话 那家人就没几样的白质 他们一听我有一点点松动 他们是很高兴的 去看了以后 回来以后 我就还是不愿意 我就说我没看相 那妈妈就问我为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人家什么 反省天上 我就去以这个理由 来打笑妈妈以后 给我介绍对象的这种想法 那个人果然长得很好看吗 我也没吸气 但是总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吧 差不多有英明80的样子长相 各方面都还是很好的 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 家庭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因为没有那个心思 去记住 要是没有光程 你没准就跟他好了 对不对 那差不多 应该是这样说吧 后来你回来以后 跟爸妈妈说 你说我没看上了 他们怎么说 我不能直接的说没看上 因为要交流 肯定在当地都是这样 你见面以后 不能一下就说行或者不行 要交流 后来我就说 那看看再说呗 交流交流再说呗 后来就见了一次 实际上人家说话什么的 也都挺好 我没跟人家说几句话 但是从人家礼貌方面 还是蛮好的 就说了两句话 然后就回家给妈妈交代 我说我觉得他说话很不好 我说一开始 那意思刚刚认识 你也不好意思说 或者是怎么这样 那意思慢慢的交流交流 我就行了 但是我说人一看 觉得说话不好听 我就不想跟他再交流了 你怎么办 又把你关进来了 还是怎么着 没再关 我就放松了 放松了 然后我就 我就逃到光诚家那边去了 听众朋友 这一集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 采访盲人农民维权领袖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 谈他为嫁给陈光诚而遭遇的家庭困境 几个月之后 袁伟静终于离家出走 与陈光诚结合 可是他的出走 并非他本集里所描述的那么轻松容易 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真实情况下 选择了陈光诚 他和陈光诚的共同生活 是如何正式拉开帷幕的 为听众朋友 请在下一集这个节目 继续收听 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 陈光诚的妻子 袁伟静的故事 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这个节目 华盛顿首记的主持人北明 东西南北的北 光明明 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